大家好,我是Microchip汽车电子产品工程师王敏 欢迎观看本次TuneBase T1S的介绍视频 首先TuneBase T1S是什么 TuneBase T1S是一种使用非屏蔽双脚线的单线以太网 其共享带宽达每秒10兆比特 数据以半双光的方式进行传输 环境允许的状况下最多可连接50个节点 总线长度可达25米 值得一提的是TuneBase T1S支持PLCA技术 可以实现物理上的防止数据冲突 TuneBase T1S还有着出色的成本优势 它不需要交换机,线数便宜 Five和模拟前端的成本也更低 除了成本优势外 TuneBase T1S还非常容易扩展 ECU端使用的连接器体积更小 总线可以扩展额外的设备 而且同时中央ECU的结构不受影响 以汽车超声波雷达和短程雷达为例 在基础的包含前部传感器的TuneBase T1S网络上 如果要添加其他设备 可以直接连接到原有的总线上去 比如侧面的传感器 及后部的传感器 TuneBase T1S还有助于统一整车的网络架构到以太网 传统汽车网络架构中 低速网络通过网关连入上一级网络 网关连接了传统的网络孤岛 而在以太网架构中 各个模块使用相同的软件协议站和通讯机制 不同速度的以太网网络不需要网关就能相互连接 使用TuneBase T1S作为低速网络 将全车以太网化的又一大好处是 连接更加方便简单了 不同速度的以太网网络 可以共用相同的协议站 标准的MRI或者RMI接口连接器 只需要不同的线数和Fi即可 全车以太网化也有助于集成云服务 附用已经在消费领域被大量验证过的 安全可靠的软件协议站 相比于混合网络架构 开发和测试产品所需的工具和专业知识类型更少 更加方便开发 一言以蔽之 我们相信TuneBase T1S的经济 可靠 高扩展等特性 将会使其取代传统的车内低速网络 帮助整车实现互联化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基于10兆以太网 TuneBase T1S的LED矩阵大灯方案 它包含一个基于树莓派的主机端 其6个基于SAMD21的子节点 每个子节点各控制 3块是真实的 WS2812 LED矩阵模块 总的LED数量达1800克 各节点间通过 10兆以太网 TuneBase T1S相互连接 接下来是Microchip TuneBase T1S矩阵大灯的方案演示 整个demo在上电后 会默认进入分区显示模式 目前所有子节点 均以正常接入主机 并分配好IP 主机显示屏上的6幅动画 与6个子节点控制的LED 矩阵模块一一对应 每个子节点相互独立 可以单独设置亮度 帧率 以及切换动画 现在我们点击屏幕上的Normal按钮 切换到联合显示模式 这时候 主机显示屏上的动画效果 通过TuneBase T1S 被分块传送到6个子节点 这6个子节点控制的18块LED矩阵模块 联合显示主机上设置的动画 同样我们可以在主机上设置亮度 帧率 以及切换动画 最后是摄像模式 点击屏幕上的Camera按钮 切换到摄像模式 摄像模式下 主机会实时地将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送到LED矩阵上 本次视频到此为止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于TuneBase T1S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可以访问Microchip官网 获取更多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